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和开发有限公司 江苏东方名流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共同主办的 旨在唤醒大家对于优秀的本土文化的重新认识 为未来文化复兴奠顶社会基础 首先我要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讲坛的坛主 也就是主讲人 首先他是一位教授 长期从事文学 艺术 历史 这方面的研究和教学 然后他又不仅仅是一位教授 他在百度贴趴有他的个人主业 在2005年的时候 他和央视的百家讲坛合作 讲三国讲了整整一年 这在央视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然后他写了一本书 写书对于学者来说不算什么稀奇 可是稀奇的是他的这本书是一家出版社 用14%的版税和首印55万册的条件 买来了出版权 而事实上在以后的一年当中 这本书卖了130万册正版还有N万册盗版 当然盗版的版税是抽不到了 同时这位学者有大量的粉丝和超男超女一样 不过不同的是他的粉丝据说年龄跨段非常大 从六岁到六十岁 好 没问题 大家都知道我说的是谁了 就是厦门大学的教授易中天先生 好 下面我们以热烈的掌声 有请易先生登台为我们做精彩的讲演 尊敬的 亲爱的 无锡的观众和读者朋友们 大家下午好 很高兴 也很荣幸的 应无锡广播电视局 大地公司 东方名流公司的邀请 来到人民音乐家 华彦君先生 也就是阿炳先生的故乡 无锡 无锡呢 我是第四次来了 四次到无锡都是走马观花 蜻蜓点水 但是无锡和我有缘已久 这个缘分就来源于华彦君先生的二拳音乐 我是听着二拳音乐长大的 如果说在思想上 对我影响最大的是鲁迅先生 那么在我的情感上 在我的人生体验上 对我影响最大的 是二拳音乐 所以我第一次到无锡 也就是1995年 第一次到无锡的时候 首先是去朝拜了阿炳先生 前不久 有很多的媒体在问我一个问题 就是你的品三国 提出了这么一个口号 以故事说人物 以人物说历史 以历史说文化 以文化说人性 你一再强调 你品三国 虽然是讲历史 但是归根结底 讲的是人性 你受到欢迎的原因 也是因为 在你的演讲中 讲到了人性 那么你的这个想法 是从哪里来的 应该说这个想法呢 有很多很多的来源 包括我自己的人生阅历 但是我当我今天走进这个演播室的时候 我突然有一个顿悟 就是我突然发现 其实影响着我的人生体验 人生态度的 就是华彦君先生的二拳音乐 所以我今天是以一种朝圣的 这样的虔诚而敬畏的心情 来到无锡 来到这个演播室 来和华彦君先生的老乡们 说说我的一些感受和体会 在路上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这样一部音乐作品 如此的永恒和不朽 为什么一个民间的 平民的 这样一个艺术家 他创作出来的这样一个作品 会经久不衰 最后我们今天面对着 我们的现实生活 面对着我们百家讲坛 所讲述的历史文化 这些东西之间 究竟有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因此我想请现场导演 给我们播放一段 二拳音乐 这部曲子我听了很多很多遍 每听一遍都有一次新的感受 它在开头的第一句 非常的简单 可以说是非常的非常的单纯 但是加上了他的节奏以后 他变成了一种力量 有一位音乐家告诉我说 这就是人生的一声长叹 然后是他的叙述 然后是他的叙述 我们什么呢 人生真苦啊 有一位美学家讲过这样一句名言 他说在伟大的艺术品背后横握着 人类根骨的苦难 我想再加一句 在伟大的艺术品背后横握着 永恒的人性 虽然阿炳先生的时代 和我们今天的时代 截然不同 但是人生的这种惆怅 这种思索 这种体验 它是永恒的 它是永恒的 这就是为什么 那些伟大的文学作品 那些伟大的艺术作品 还有那些伟大的哲学家的思想 还有那些伟大的历史人物 依然能够鲜活地生活在我们今天的原因 这也是文学艺术 人文学科不同于自然科学的 关键所在 自然科学我们知道它是会过时的 当一个新的科学学说 推翻了旧的科学学说的时候 这个旧的科学学说它就过时了 比方说 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 我们原来认为地是平的 我们中国人认为地是方的 天是圆的 天就像一个半圆一样 笼罩在这个方形的地上 当然我不知道它的边是怎么接轨的 因为一个圆的要落在一个方的上面 我不知道它是怎么去接的 我们是这样一个认识 而且我们中国人曾经认为 这个四四方方的这个地的正当中 他们都已经测量到了 在周代 周代的形象学家 周代的天文学家 他已经把这个 正正方方的这个地的中心点找到了 在什么地方呢 在现在河南省的登峰县 河南省登峰县有一座观星台 是周代的观星台 观星台的下面有一块石头 那个叫做地大 就是地的正中间 我们是这样一个认识 后来西方人有了关于地球的这样一个概念 但是他们认识依然是错误的 他们认为太阳是围绕地球旋转的 这叫做地心说 但是自从我们认识到宇宙的结构不是这样 宇宙的结构是地球围绕太阳旋转 那么有了日心说这个学说以后 地心说就过时了 对科学是会过时的 技术也是会过时的 我们现在没有人会使用什么286的电脑 可能很多孩子连286都不知道了 他很快就被淘汰了 所以科学技术呢 它是会过时的 而文学 艺术 哲学 还有历史 它是不会过时的 那么文学艺术历史哲学为什么不过时呢 它为什么不会过时呢 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原因就在于他们面对的是什么 是永恒的人性 人性不会过时 则文学艺术历史哲学都不会过时 文学艺术家 他是用自己的感性的体验 在追问一个问题 人性是什么 到底我们怎样才能实现我们的幸福 科学技术回答不了这个问题 科学技术能做到的是我实时 是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比方说安全 快捷 便利 这个舒适 科学技术可以做到 比方说我们以前 我要从上海到无锡 可能要走很长的时间 可能要走一两天 现在我们走高速公路 一个半小时就到了 我快捷了 我可以变得方便了 比方说我们以前做一顿饭要很长时间 我们现在要很快的吃 我可以吃方便面 我快捷了 本来 以前我们住的不舒服 坐的不舒服 躺的不舒服 现在我们科学技术可以设计出非常舒适的床 非常舒适的椅子 我们舒适了 但是不等于我们幸福了 坐飞机幸福吗 一个人 拿着一张机票坐在飞机上 感觉是什么 一件特快砖地的包裹 完全没有我们古人戏语齐驴出剑门的那样一种意境 并不见得就幸福 幸福的问题只能由人文学科来研究来探讨 只能由文学艺术作品来追寻 来体验 所以文学艺术 历史哲学 它永远都不会过世 它永远就是鲜活的 我们现在去看原始艺术 比方说我前不久在 临下的银川寺旁边的贺兰山去看原始人的研画 还能够感到原始艺术的那种勃勃生机 它没有过世 我们现在去读司马迁的史记 我们觉得那些古人都是鲜活的 活灵活现的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它没有过世 我们现在去读老子 读庄子 读孔子 读孟子 我们依然觉得他们的思想是鲜活的 他们好像还在和我们对话 我们可以和这些先者们对话的 所以永恒的人性 是文学艺术和人文学科的永恒的主题 那么接下来就有了一个问题 就是这些不会过时的 这些永恒的 应该保持着自己鲜活的生命力的文学艺术和历史哲学 为什么在一段时间内好像被我们淡忘了呢 为什么呢 现在不断的有媒体在追问我一个问题 就是说百家讲坛 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这个栏目 带来的全民读史热 读书热 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为什么会这样 是不是我们的文化有了一个断裂 我们的文化有了一个断层 现在又到了我们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这样一个时代 不断的有媒体来追问我这样一个问题 那么我也在想这样一个问题 因为在我看了文化是不可能断裂的 文化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所在 也就是说动物是没有文化的 只有人才有文化 人无时无刻不生活在一定的文化环境和文化氛围之中 文化就像我们人类生存的空气 无时不在 无处不在 他怎么可能断裂呢 他不可能断裂 那么为什么我们又会有这样一种想法 这样一种疑惑 这样一个问题提出来呢 实际上是被淡忘的 不是我们的传统文化 而是典记 就是论语 孟子 老子 庄子 左传 史记 这样一些古典的 名著 或者说经典 读的人少了 大家不去读它了 而自从百家讲坛推出了这一系列的节目 比方说 姚干明先生讲的老子 比方说 余丹教授讲的论语 比方说 王立群教授讲的史记 比方说 监聪连先生讲的新十二的一案 推出这一系列节目以后 重新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 重读经典 关心文化 回顾历史的这样的一种热潮 那么这里面就会有一个问题 作为中央电视台持平到的一档 在垃圾时间播出的节目 这个百家讲的播出时间是很不好的 今天上午还有无锡的一位观众 说务必请你到北京向中央电视台反映我们的意见 就是你百家讲的播出时间实际上是太糟糕不过了 我说是的 三个睡觉的时间 早上六点四十还没起床 中午十二点四十五正睡午觉 晚上十一点半 星期天还要延到十一点四十 又快睡着了 这个在传媒界被称之为废铁时间 这个时间是一堆废铁 一个废铁时间播放出来的 还是在一个不起眼的频道 时频道在很多地方都没有落地 在一个不起眼的频道里面 找来一群其貌不扬的人 来做一个学术性的讲座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影响 影响 曾经有媒体问过我 说百家讲坛挑选主讲人在形象上面有标准吗 我就调侃了一句 我说两个标准 第一要老 第二要丑 不相信大家可以把百家讲坛的主讲人的照片把它排出来 你会发现一个比一个丑 一个不其貌不扬的小老头 站在一个干巴巴的讲坛上 一讲四十分钟 居然有那么多人爱看 居然还据说是掀起了所谓全民独死热 全民独书热 当然这个说法我觉得是夸张的一点 还不至于到全民的程度 总之是引起了大家对经典 对历史 对文化的兴趣吧 为什么会这样 那么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原因 有两个原因 一个从根本上说 说明了我们的历史是不可割断的 说明了经典是不会被淡忘的 经典之所以是经典 比方说《论语》 比方说《老子》 比方说《孟子》 比方说《庄子》 这样一些书 比方说《左传》 比方说《史记》 那么这样一些书 它作为一个经典 它必定有它成为经典的原因所在 原因在哪里的 我觉得就在于它抓住了最根本的东西 这个最根本的东西就是人性 就是人性 这是根本的原因 但是这里面还有一个次要的原因 可以说是相对次要一点的原因 那就是传播方式 也就是说百家讲坛的成功在于它探索了一条道路 或者说它探索了一个方式 这个道路或者说这个方式解决了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文化传统的现代传承 我们要知道一个文化的传统要传下去 它不仅仅靠这种文化自身的魅力 这个文化自身的魅力是最根本的 而众所周知 我们民族是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民族 我们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 我们民族是一个有着悠久传统的民族 我们民族在历史上留下的文化遗产是灿烂辉煌的 这些都没有问题 问题是如何传承下去 这就有一个传承方式和传播方式的问题 那么我们就要搞清楚 传统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我认为传统是魂 传统是灵魂 而灵魂不可能单独的存在 灵魂总是依附于一定的肉体的 这个肉体是什么呢 就是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就是我们的文化传统 必须依靠一代又一代的活生生的 生活在当下的 正在为我们民族的复兴和我们祖国的繁荣 努力工作着的这些中国人 一个一个人的 一代一代的 这样才能传下去 所以就有一个问题 必须有一种很好的方式 使我们每一个活生生的中国人 每一个现实生活中的人 能够触摸到这个传统 能够感受到这个传统 能够体验到这个传统 我认为 百家讲坛 在这方面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而且取得了成功 不知大家是否注意到 这个最近 百家讲坛出现了一位新的主讲人 就是北京师范大学的余丹教授 媒体的朋友们可能已经关注到这一点 就是余丹教授的余丹伦理 《论语心得》这本书的出版 在这个出版界再一次引起了轰动 首映六十万册 首发是当天签出八千册 而且他的节目 只播了七天 而且是在十一黄金周 比我们平时播的节目少播一次 晚上十一点半的重播没有了 早上六点四十的重播 实际上是没人看的 也就是说他 大家看到了 只看到他中午十二点四十五分钟 十二点四十五的那次播出 就引起这么大的反响 那么我是为余丹教授的 这本书写了一个序的 而余丹教授呢 看了我的序以后 又为这本书写了一个拔 我们的序和拔合起来是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源于在百家讲坛的一次对话节目 那么这次对话节目呢 是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财静 采访余丹 在财静的采访进行到三分之一的时候 我作为神秘嘉宾出现在他们的面前 那一天百家讲坛的背景是一个蓝色的背景 蓝色的背景前面摆了一条黄色的双人沙发 和一把红色的单人座椅 余丹一身白坐在黄色的沙发上 财静穿着红衫坐在黄色的沙发上 我一身灰坐在红色的座椅上 然后我就说 我说 不知你们两位美女怎么看孔子 我觉得这个事情很好玩 陶红李白两个美女坐在那儿谈孔子 难道不知道孔子说过 为女子与小人为男养也吗 你们怎么会谈论孔子呢 于是我就问他一个问题 我说不知道在你们美女的心目中 孔子是什么样的 实际上我是设了一个套 挖了一个陷阱 准备余丹跳进去 不怀好意了 余丹的回答非常漂亮 他说我不主张从性别的角度去看孔子 在我的心目中 孔子只有温度 没有色彩 谢谢 这是个非常漂亮的回答 结果最后他的书要出版的时候 我写的序言就是谈色彩 余丹自己写的拔写的后继就是谈温度 实际上色彩和温度这两个概念解决的就是一个问题 文化传统的现代传承 我说的是第一个问题 是什么呢 是作为传统 我们必须去色彩化 作为一个电视节目 我们当时不可能把问题谈得很深 但余丹说出这个话来以后 我就笑了一笑说 我看理想我一生灰 那我就是孔子了 因为孔子肯定是灰的 灰色彩叫做没有色彩 但是实际上历史上的任何人物 或者任何思想 他都是有色彩的 不可能没有色彩 比方说革命的红 环保的绿 中国的黄 西方的蓝 时代的 阶级的 民族的这些烙印 都会打在每一个历史人物的身上 从而形成这个历史人物的色彩 是不可能没有色彩的 但是我为什么要说 孔子是灰色的呢 我说的意思是 一个有生命力的孔子 一个可以传承的孔子 一个可以继承的孔子 一个可以在今天拿来谈论的孔子 他必须是灰色的 要把他身上的别的色彩洗掉 然后抽象的继承过来 比方说孔子讲的 有这么一句话 是可忍 孰不可忍 这句话 这句话我们现在都会用 但是 孔子讲 是可忍 孰不可忍的前面还有一句 八移舞于庭 什么叫八移呢 八移就是一种乐舞形式 这个乐舞规定 来歌舞的人 一共六十四个人 每八人占成一行 一共八行 八八六十四个人 来表演这样一个乐舞 这个就叫做八移 这个按照当时的礼仪 礼仪的规定 是只有天子才能使用的 诸侯要捡 大夫再捡 而现在鲁国的一个大夫 居然把天子的这个礼仪 搬到自己家里的院子里面来了 八移舞于庭 所以孔子说 是可忍 孰不可忍 当是可忍 孰不可忍 这句话有两种解释 是可忍 孰不可忍 翻译成现代汉语 这可以忍 还有什么不可以忍 但是忍是什么意思 有两个解释 一种是忍心 一种是忍耐 忍心讲是这样的 说这个大夫 连这种事情都干得出来 还有什么 干不出来的 只是是可忍 孰不可忍的一种解释 还一种解释是 这种事情 如果我们能够容忍的话 还有什么事情 是不能容忍的 是可忍 孰不可忍 但是现在我们用不着去讨论 是可忍 孰不可忍 到底是什么意思 你完全可以根据你的需要做一个现代的阐释 而且八一五于亭这个前提是可以不要了 那么去掉八一五于亭的这个前提 在我这里看来就叫做去色彩化 就是把它那个阶级的时代的那色彩 我把它洗掉了 只剩下了是可忍 孰不可忍 这样一个灰色的东西 这样一个灰色的概念 就可以和任何色彩来搭配了 你现在可以用到任何地方 当你对一件事情表示不满的时候 不管这个事情是什么 你都可以加上一句 事可忍 孰不可忍 所以你 我们在传承文化的时候 我觉得第一步工作就是去色彩化 把这些古代的思想把它变成灰色 但是灰色的思想是没有人喜欢的 一个单纯的灰色它也是没有用的 灰色只有才和其他的色彩搭配起来的时候 才能显现出它的高贵 我们在座可能有很多女士 你们都知道 灰色是最好配服装的 你穿红衣服也可以配灰的 穿白衣服也可以配灰的 穿黄衣服也可以配灰的 灰色具有普世性 它适合于和所有的色彩搭配 但是如果它不和其他的色彩搭配 它就会变得单调 思想也是这样的 思想要搭配什么呢 搭配活生生的生活 搭配活生生的生活 我们的生活是鲜活的 有句话说生命之术常绿 而理论往往是灰色的 这句话本来是讽刺理论的 这样一个深度活泼的 五彩缤纷的 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 到了你们理论家哲学家 到了你们这些学者教授手里 就变得干巴巴冷冰冰 毫无人性毫无味道 变成灰色的 但是我说它必须先变成灰色的 但同时又必须搭配其他的色彩 这是我的序言里要表述的思想 而于丹在他的后绩里面就表达了另一个思想 就是他必须是有温度的 他虽然没有色彩 但是他要有温度 什么样的温度呢 常温 是人的体温 我们必须把传统 把经典 把历史 从冰箱里取出来解冻 然后还要让他获得和我们正常人一样的体温 这样他就是可触摸的了 是可亲近的了 而历史 传统 经典 只有当他是有温度的 可触摸的 可亲近的时候 他才会变成我们的 这就是文化传统的现代传承 而这也就是我们中央电视台摆家讲坛所要做的工作 在我们这个工作里面 有讲文学的 有讲历史的 还有讲哲学的 我觉得在讲哲学的时候 恐怕更能体现出色彩和温度的问题 在这方面 我们有一位非常好的老师 他就是在我们无锡工作的江南大学的姚干明教授 我到无锡来和大家见面 也私下里有一个小小的私心 一个 一己失恋 就是非常希望能够有机会 向姚干明先生讨教 但是我很高兴地得知 姚先生今天也来到了我们的会场 首先向大家介绍一下姚干明先生 是我们无锡江南大学文学院的教授 他也曾经参加过央视的百家讲坛 曾经开讲过老子和道家思想 使他对老子的无畏而至 不争而善盛的这些思想 有了全新的认识 下面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欢迎姚先生登台 与姚先生共同坐而论道 欢迎 姚先生你好 你好 非常感谢 无锡广播电视局的这个安排 这本花是不是有点碍色 摄像 我们把这个华而不识的东西先把它请下去吧 我们要说点实在的 另外我再向这个编导讨一个政策 我们的椅子是不是可以稍微挪动一下 对 对 往前面点 不是 这样子 那比较好对话 行吗 那是我的长风 我拿着去 这是哪里开 姚先生的麦开了吗 这好像没开 没开 你没动 你动了没 没有 没有 剩下 我们上次还是在北京见面的吧 北京还搞了一个和家欢的照片 对 是一个 一家 12个人 一家时尚杂志 对 民事 叫做民事是吧 把我们这些其貌不扬的都忽悠到那去 一不小心也变成时尚男人了 像男人 不过我看了上面照片姚先生风采意义 晨采意义 晨采意义 一个比一个丑 我最丑 很多媒体都在追问我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你这个你本来是一个教授 现在变成一种明星 是一种什么感觉 我也不怀好意的把这个问题拿来问问姚先生 你在无锡街头经常被人指指点点吗 这个 一先生我在北京碰到他 打地车里车来 人行到他走着 他都戴一个墨镜 所以你咋一看的认不出他 他戴个墨镜出来 你要实习他的背影 实习他的步伐 认出来了这件一先生 所以他为什么戴个墨镜呢 就是超男的形象 那姚先生老超男 我呢 而且你双百家讲的还比我早 那就资深超男 我呢 在北京上海南京 在火车上呢 也经常有人认出来 但是就在无锡没人认识 为什么无锡没有认识呢 一生生你在无锡的大名也借助于暑假 为什么呢 无锡市的时频道没有转播 没有落地 所以大家都没有看过我们以前的寂寞 就是在那个暑假里 中央电视台一套转播了 然后再看到 所以我在无锡人家都不知道 就这个道理 那就是墙内开花墙外墙 对 那这个今天反正 他们广播电视局的领导来了 我们给他提个意见 这时频道得落地 对 对 对 一先生 我觉得 刚才我在下面听了 一先生的这个 深情并茂的 很深刻的 对文学色彩 历史色彩 和那个哲学色彩的讲演 我听了 觉得说服很大 比如说 阿炳 对一先生的那个灵魂里 他有一种渗透 第一声 前声出来 他就知道 这是一个涌叹 在叹息 人生是痛苦的 然后用叙述的手法 然后最后跟我们讲到了 那个度的问题 色度 温度 是啊 那我记得他讲话 很有深度 而且俯视 很有高度 这两个度 我跟他补充一下 我不能接受 我不能接受 我要接受就没有风度 没有风度 五度 那就是五度 那个 我想讨教的一个问题 你可以 就是 我刚才听你这个主持人麦芒啊 介绍姚先生说 所以姚先生在中央电视台讲脑子 讲 无为而至 无为而至 有 观众委托我问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现在正处于发展之中 呃 小平同志的理论就是发展才是硬道理 对 而且像我们无锡吧 嗯 就是改革开放以后 率先发展起来的 这个样板城市之一 对 你这个无为而至 和发展就是硬道理 它矛盾吗 这个我想呢 就是刚才姚先生讲的非常好 经典的东西是灰色的 灰色的东西可以配各种的颜色 老子和姚先生讲的那种三国的经典的势力 都是好像是灰色的 其实不是 经典的东西它不是时尚 时尚的东西它不一定能够成定为经典 但是经典的东西它永远是时尚的 为什么呢 就是刚才姚先生讲的 它就是一种人的本性 人的根本 所以它不过时 为什么呢 人自所以为人 人生自所以为人生 你好像一代一代 它其实好多东西在不断的重复着 不断的重复才有传统 所以经典的这个东西它永远时尚 所以为什么我们这帮人 一不小心变成时尚男人 意思就是沾了老子的光 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觉得好像老子和你们很远呢 其实不是的 就好像你讲那个三国的事情一样 因为大家就一下子 距离为零 零距离 不 他们是这样的 他们很多人看了我的品三国 他在对号入座 他说那个曹操就像我们董事长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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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其实呢 那个 那孙权 那个那个 那个总经理是刘备 总有一天他写款而逃 那你是代言人 其他代言人 他们喜欢对号入座 对 那么这个老子他也能对号入座吗 对号入座 我提两个例子 其实我们的 零六年的 今天是十二月二号 零六年的 十一月月的底 发生了两个对我来讲很有触动的事情 一个发生在 福建的泉州 有一个清华大学的硕士研究生 从楼上跳下去自杀了 跳下的时候不知道 什么一个人从楼上跳下来自杀呢 哦 一套证件 里面是清华大学的硕士研究生 学化学 为什么呢 他有自杀呢 就是因为找工作不剩的 就自杀 没有几天 上海复旦大学 有个博士生也跳楼了 什么原因呢 婚姻问题 我就想了 如果他早一点来听听老子的话 他不会自杀了 老子也讲这个求职和求婚的问题嘛 老子讲了 就是我们的年轻人 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能轻胜 要众胜 爱胜 护胜 摄胜 这里有很大的道理 这样一来就觉得 呦 一听 完全是这种零距离的感觉 2500年之前的话 为什么能够很震动人心呢 就是老子教你不要轻身 要重视人生 这个人生的价值无限 你 他教你怎么展望 你找不到工作你就苦闷 你爱情出了问题你就苦闷 你转一下嘛 或是 复之所依嘛 复之复之复佛嘛 它里面可以轮转的嘛 那如果过来那砍 成功了 所以 我觉得刚才你讲的几个度啊 很重要 不是 这里头有一个问题啊 嗯 你说这个复习 复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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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习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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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也可能变成复 这风水能轮流转 它要不转呢 哈哈 不然我不白等的嘛 它必定转 叫你忍得住 我们说三十年河冬 三十年河西 它得转啊 得变啊 所以它一定得转 一定得变 不是 它这样的问题 三十年河冬 三十年河西 这是六十年 六十年 我的妈五十八岁死了 哈哈 有道理 有道理 所以啊 更要真实人生 活得长一点 比有斩鸡 哈哈哈哈 可是我还是有个问题 还是有个问题 还是有个问题 就是大家 姚先生当时知道的了 那么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 可能有些读过鲁迅先生故事新编里面 有一篇是写老子的 出关嘛 出关 啊 他讲这个 当时这个守关的这个 但是就是海关吧 当年的 那海关关长 站在城楼上一望 对面有一紫颜色的云 这徐徐移动 紫气东来 对 便知是老子来也 来了以后说 就这么便宜让他出来海关了 留下买路钱 买路钱 买路钱就是要老子来做百家讲坛 或者说是搞一个 什么江南访的中国文化年的这种演讲了 就老子讲 道可道 非常道 明可明 非常明 结果下面都睡着了 那就是说 不管是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也好 是无锡广播电视局也好 他把老子请来 他没人听啊 为什么姚先生你讲的老子 就那么多人听呢 我觉得啊 就是这里有几个变 还有几个转 就像我们这种呢 都是说这里出来的 那么我觉得你这个路 我这个路呢 我们就这么一步一步探索过来了 嗯嗯 就是说 李先生今天讲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世界 怎么把我们的传统文化和现代人借记起来 怎么把那个传统的文化发挥现代 当代的当下的那种作用 我呢 也想过这个问题 刚才你讲的都非常好 我想就是作为我们一个书在里的人 我们两个都是教授 都是搞学生研究 怎么一下子转过去了呢 我觉得第一个呢 有转是转变 就是我们不是用这种学生的眼光 来看待我们的听众 也不是看待我们的受众 他首先一个就是我面对的不是学校里的那种大学生 而是一个民众 普通的民众 所以这里有一个变 眼光的转变 角度的转变 和立场的转变 就是为他们作想 第二个呢 第一个是转变 第二个是转化 转化我们这个搞学生研究的最排一个化 叫食谷不化 吃了谷的东西他不能消化 所以你看看有的人教授教了一辈子 他自己没有成果的 什么意思呢 就把人家的东西做吃进去 但是不消化 那么我们这帮人呢 他懂得食谷要化 所以第一个呢要转化 就是你要活生生的讲给大家听 首先你自己的把这些东西给消化 变成自己人一样 第三个转呢 叫转活了 转变 转化 转活 生动活不得活 就是易先生讲的非常生动 你看看 他刚才讲个 八义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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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八六十四个人 拿着野鸡毛 在跳着 六十四个人一个方正 通过他 这个是很枯燥的一个东西 就这么一个细节 通过他的嘴巴里讲出来 就不一样 所以一定要讲的活 能够生动活泼 所以一个活很重要 所以我觉得我们面临着一个转变 转化 转活 这个三转 另外呢 我想告诉大家一个小秘密 我们易先生家里养了一个宠物 这条狗啊 他喜欢的不得了 我们来请他谈谈生活方面的 这狗跟百家讲谈没关系 我们也讲活了 讲活了 这狗 他 他 他是 他是我儿子 他都 我 不能讲这个狗 我应该出来很长时间我想他 那个 他都想他了 想他儿子了 你看 易先生 我就是女儿 还有一个女儿 嗯 他 你看我每次出去出差 他肯定一天不一 一天不吃不喝 而且他知道 那我们出门的时候 他知道是带他出去还是不带他出去 带他出去的话 他会跑到门口 等着 门一开他马上跑到电梯门口 等着 如果知道是不带他出去的 他不会往门口跑 他就在心里面站着 把头歪着看着我们 等我们 不管哪一个人家里人只要一走 他马上就跑到那个换下的鞋跟前他趴下来 嗯 一天不吃不喝 嗯 就这样的 嗯 我就是想这个人和狗都可以交通 都可以沟通 那人和人应该这更可以沟通 对 那为什么我们现在在总是觉得在沟通上面有障碍 有困难 我们能不能和古人沟通 能不能和古人对话 刚才我觉得姚先生的话讲得非常的精彩 而且我尤其认为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那个转化 因为文化文化呢 关键在那个画字 画字 啊 文化是那个画是个动词 啊 本来是周易上讲画成天下 那么文化的这个词的据我所知啊 我不知道对不对啊 如果错了 姚先生跟我提醒 最早作为一个词 就文和画两个字连在一起 作为一个词出现最早是在西汉流向的说院 在说院的直五篇 他的原话是反武之心 由不服也 文化不改 然后加诸 就是为什么会有战争 就是我们中国古人的战争观了 就是我们为什么人与人之间会有战争 就反武之心 就战争的发生 为不服也 是因为对方不肯臣服 那么要对方臣服 我们首先使用的办法是什么 是文化 就是用文明去教化 文化不改 我用文明 用和平演变的方法 去教化他 他不改 然后加诸 那我只好 响尾蛇捣蛋就发过去了 就是 就是中国古人讲文化的这个概念的时候 是特别注重这个画这个词 画字 所以孟子说 充实之为美 充实而有光辉之为大 大而画之之为甚 所以要 这个大而画字也是文明教化的意思 对 就是 所以文化呢 它是文明教化 文明教化 是潜移默化 那么我觉得 姚先生在江南这个地方生活着 你说江南的文化是一种什么样的画 画境 江南的文化 是不是就是像这样的 是的 你看看那个建筑 那个和那个金派完全不一样 金派我们去看那个四合园那种 在这里不大看得到 嗯 它是一张一张一张进去 那么 另外一个你看 如果我们看苏州的那个脚啊 它都是翘起来的 嗯 飞檐 这个 这个角度是卷起来的 翘起来的 无锡也是这样 那么 无锡也是翘起来的 无锡也有 也有 那苏州呢更突出一点 就像那个宝塔 宝塔 那个每个脚翘起来的一样 哎 那种风虎墙 那种风虎墙 这种都是 江南主要 我觉得还是 一种水的灵气 水的灵气 所以你看看 无锡是出美女的地方 是 哈哈 你看 林彪要造一个 哦 林彪要造一个 林彪的女 儿子要造一个 找个儿媳妇 找个儿媳妇 色度 哈哈 我们还是灰度比较好 灰色度比较好 灰色度比较好 灰色可以和所有的灰色 所有的灰色 对 和光同城 哈哈 哈哈 那么刚才易先生讲了一个问题 他比如说那个无为 无不为的问题 那么 嗯 最近呢 前几天在香港去 跟那些老总们 好多就搞房地产的 嗯 给他们讲 这个老总啊 对那个传统文化 非常感兴趣 而且我很感动的 这些搞 搞钢铁的老总 搞房地产的老总 搞什么建筑的老总 他听 我们这种文化讲座 比如当面去那种收看 他真的是一块海绵一样 嗯 啥一下子 全部吸收进去了 我们有时跟大学生讲呢 他都 他都不是这样像一块海绵一样吸收 为什么呢 人生业力不同 嗯 现在的好多老总 他 带着封一层 遗一层 砍一层 磕一层 砍一层 坎坷不平来的 所以他胸当中充满了很多疑谈 希望你点不他一下 脉络上 穴位上点他一下 哦 通了 所以他是好像一堆干柴 而当我们造一个火 比如三国的那种智慧 投到他的干柴当中去 或者搞一个老子的智慧的干柴火柴 他马上就烧起个熔熔大火 所以他们很喜欢听 比如讲 无为有为 就跟他们讲了 里根总统太喜欢啊 治大火肉烹小心啊 而这个经典在我们中国是土生土散的两千五百多年 为什么我们都不用呢 为什么我们自己不用 为什么呢 为什么因为这里呢 我们对传统的一种物件 因为风自修的东西要批判要打倒 比方像能语一样的 能语是孔家殿是黑殿 孔子是孔老儿 所以就是我们现代的年轻人 他都小学中学乃至大学文科 他不一定能够记住很多的经典 你比如老子这个书 大学里一般不讲 哲学习讲的话也不过一两个小时完了 这一两个小时解决问题吗 没有读 所以经典一直到人们发现他从架子的时候 他就像海面的吸收 所以这是我对老总们上课的一个感受 还有一个人类讲的 为什么中央台就讲了老子以后 六岁的孩子被老子了 还有一个八十六岁的一个中国科学院的 他那是搞森林昆虫的 但是他听了以后觉得很有意思 他说到北京来务必碰头一次 给我到北京来去死了 很可惜 那他的生命的最后的一站 停留在老子这一站 当八十九岁他重新发现 哦 老子这个东西对人生的指导 原来这么有用 一个科学家 他留英国的 他重新认识中国的经典 所以我觉得余先生刚才你讲的很对 就怎么把这个传统的东西和现代的集合起来 中间的空间很大 发展空间很大 为什么中央电视台在废铁的时间 就三个睡觉时间 刚才你讲的 三个睡觉时间让人家不睡 而且听了以后 一定睡的时候还得吃安眠药 他在不睡的时间宁可听这个 还是回去还不睡 这就是魅力 这个我很同意姚先生的观点就是 百家讲坛这个南部能够成功 归根结底还是中国文化传统 中国古代经典的本身的自身的魅力 他们这些传统这些经典它自身有着独特的一种生命力 这种生命力是可以新进火船的 对 但是我觉得 这个成功也得益于我们广大电视观众 对我们历史文化经典的热爱 那么今天我们既然有这样一个宝贵的机会 对我们两位作为百家讲坛的主讲人 能够在这个演播厅里和这么多的观众见面 我个人建议我们是不是 我们两个就不要再唱双簧了 对 我们来听听观众朋友们的意见 和他们来一个互动好吗 好的 好的 我们今天的电视讲坛进入第三个环节 刚才有人问我 大家估计在猜测这张椅子是留给谁的 我们答案马上揭晓 这份华而不实的花能不能挪个地方 就这儿啊 好 易先生 我想问您一个问题 这个现在你非常有名了 刚才姚先生又说你们家有条狗 那你们家电视机在那儿开着品三国 您在讲的时候你们家的狗是什么反应 好 八个字 视而不见 充耳不闻 今天有没有谁带狗来的 还是没听见响声哈 易先生名声非常响 一直传到江湖上 现在江湖上是这么说的 叫东邪西渡南地北盖一中天 今天 我有那么坏吗 中间一个人是好人啊 大家都知道 是功夫最高的人 所以今天机会难走 我以为说那都是我呀 我们非常感谢两位先生 那么大家下面抓紧时间可以提问 举手也可以啊 我们有麦克风送到厂下 另外大家如果发来短信啊 都可以另外在网上 我们有一个易房网正在直播啊 这个易房网不是一中天先生办的啊 是有意的意 有没有下边先来提问的 可以举手 好 左边 左边一位 喂 易老师您好 您有很大一部分读者 试涉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 他们呢就是不喜欢 那种很枯燥的那种学说 那种就是演讲方式 他们喜欢用生动形式 来表达那种比较深刻的内容 呃就是您的那些妙述和去说 是您本身那种就是 呃很自然的那种就是那种 就是那种 就是您自己那种就是一种性格的表现呢 还是您为了迎合这一市场需要呢 啊 谢谢您 这这个问题我已经多次回答过媒体了 就是我从来就是这么上说话 也从来就这么这么上课的 从小就这么说话 呃 做了教书将以后就这么上课 如此而已 谢谢 第二位有没有更复杂一点 那位穿黄衣服的小小伙子啊 就是您 好 啊 请迅速的把话筒递过去 小心一点 好 郁老师你好 我是无锡电视台 呃都市资讯频道今晚六十分的记者 那么我也是您的忠实的一个观众 我也看过了您的所有的三国品三国的那些节目 也看过您的闲话 中国人等等这些书 呃等一下 呃 不是食品到没落地吗 对我是在网上下了您的那个片子才看的 然后在南京上学的时候也经常看 呃这样子就是我在您的节目当中有一期节目是讲到呃 诸葛亮他读书的态度是观其大略 那么现在您的书现在是大卖了 那么我们现在看您的书 您觉得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去看这本 你觉得是应该是精读还是观其大略 这是第一个问题好吗 还有 我马上先回答 要不然我忘了对不起 哈哈哈 这是现在老年时代症前期了 哈哈哈 这个很简单 读我的书就更要观其大略了 千万不要吹毛求疵 第二个问题 好的那么 第二个问题就是 刚才一个问题的可能是作为一个媒体的一个从业人员的一个问题 那么第二个问题是我个人的 呃 我个人的是不喜欢看马戏的 因为您刚才讲到一个人性的问题 我们一直在探讨人性 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够这个社会更人性化 那么在马戏当中 可能我们违背了一些动物的本性 让这些动物去做一些他们可能不愿意去做 比如跳火圈 如果你让一个人去跳火圈 他愿意吗 对吧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狗 或者说一些动物他们在跳火圈 然后我在想 如果有一档节目我是看到的 这档节目里面呢 把一个狼和一个羊放在一块儿 才训练他们能够互相交融 互相经过一些理解了以后上台表演 然后您觉得这样的做法人性吗 或者说我们应不应该还动物一个本性 我和你一样也是不喜欢看马戏的 谢谢 还有一些地方人喜欢把那个猴弄一个链子 链子拴着 然后拿鞭子抽着他表演什么东西 我从来是不看的 我觉得还是孔子那个话吧 彻隐之心人皆有之 我觉得我们现在确实非常需要每个人都有一颗彻隐之心 所谓彻隐之心就是不忍之心 算是不忍心 前不久我在中央电视台做了一档那个 和中华建议勇为基金会合作的一个百姓英雄 就是在人民群众当中评选那些建议勇为的英雄 其中有一个英雄就是一个老太太 也没有文化说话也说不清楚 还是小脚 他的英雄事迹是什么 就是一个小女孩到她家去听她讲故事 结果来了一个歹徒就要杀那个小孩 他就手无佛机之力啊 他就冲过去和歹徒搏斗 我居然把那个歹徒的刀夺下来了 然后就问她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她说我就是看不下去 我看见她在欺负这个小女孩的时候 我受不了 所以我觉得这种不忍之心要从一点一滴的开始培养 就包括爱护小动物 所以我和你一样反对马戏 好 谢谢 谢谢益老师 我想那个易教授一个问题啊 都说那个文人相亲啊 像现在那个易教授这么出名 会不会再重返一下那个余秋宇教授出名以后 那些遭到攻击的这些情况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这些情况 我想了解一下 谢谢 我我没有太明白你的意思 但是我按照我的 我的意思就是余秋宇因为 余秋宇被人骂了 被人骂了 然后呢 易先生会不会被人骂 易先生你现在那个就是说 背后有没有人开始骂你了 就是跟你那个同一个圈子里的 研究这些史学的 这些和你同龄的这些教授 因为文人毕竟相亲嘛 你一中间出了名 我还没出名 我肯定那个不服气啊 就这么回事吧 我就想问你一下 你现在有没有遇到这个现象 假如遇到这个现象 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去处理它 好的好的 谢谢 谢谢 这个骂我的大有人在 每天都有 你要是关心这个事 不妨上网去看 每天都能看到 常骂常心 但是非常有趣的是 史学界 只有一位李志廷先生批评过我 而且他重点还不是批评我 他是批评颜崇年先生 呃 话说的也很离谱 说颜崇年是假冒伟劣 颜崇年先生研究青史三十多年 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 你怎么不能说他是假冒伟劣啊 如果他说一中天假冒伟劣 一点问题没有 因为我不是学历史的 你可以说我假冒伟劣 你怎么能说颜崇年是假冒伟劣呢 那这样的一种所谓的批评 我觉得可以不去理会了 此外再没有见过有历史学家出来批评 反倒是有历史学家出来支持我 比方说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导师 樊淑志先生就是支持我的 当时我们上海书展的时候 我在我的那个摊位上签我的品山国 樊先生在他的摊位上签他的 也是一本史学书 就有一些媒体不太怀好意的去问他 说请问樊先生一中天是正说还是细说 樊先生说正说 然后这个媒体还不死心 又说 是不是介于正说细说之间 樊先生斩钉截铁说 什么介于之间就是正说 所以有正宗的历史学家在支持我 那么批评的声音来自往往是非历史学家 你就说学术界的人 我是指学术界的人 在学术圈里面 倒是一些不是学历史的和我一样假冒伪劣的人在批评我 这叫做以假打假 所以我觉得也可以不予理会 而且这个问题我已经在回答中央电视台王志的采访的时候 我已经讲过了 我觉得一个东西出来以后 如果叫好的人多了 叫骂的人肯定也会多 我倒是借机请教一下姚先生 这个好像老子也有这个意思吧 对 老子讲了一句话 他说我的话很容易懂 做我的话去做也很容易 就是没人听我的话 没人找我去做 那就像以前刚才阿炳唱的那个常态一样 就是一样的东西 不理解 不同情的理解 他很有 大有认识 没事 那好 你现在老子的问题是这样的 是他说我讲的很容易懂 嗯 照我的去做肯定成功 就是没人听 对 他的悲哀是没人听 没人听 那如果说老子一旦也上了摆在讲坛 也有很多人听 也有很多的什么老迷之类的 老粉丝都变粉条了 嗯 他会遭到很多骂 对 他会怎么办 他 玩耳一笑 不理睬 笑 笑 笑的内容都丰富啊 哦 我对你笑着 你知道我笑什么东西呢 哈哈哈哈 是 是 笑给人们留下一个非常大的空洞 你去吧 去理解 是吧 然后他飘然而去走了 哦 一笑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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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飘然而去 飘然而去 那不理睬嘛 好 是吧 那我们按照姚先生教我们的办法 呃 当电视机前的观众 哪一位也遇到被人 无端痛骂的时候 一笑了之 谢谢 好 谢谢你 这个 这个 我还 我还知道老子还说过一句话 叫 人怕出名猪化状 老子说的 是 这是一位老先生说的 哈哈哈 那个 我想百家讲坛有这么多学者 嗯 为什么 我也网上搜索了一下 嗯 您受到的攻击可能是最多的 嗯 我想问一下为什么 是不是那个14%的百岁闹的 不 他们是瘦肉型猪 我是肥猪 哈哈哈 壮嘛 嗯 嗯 那么这里边我想追问一句 是不是有一些什么样的文化心理在里头 好像 在我们不管学术界 其他界 当一个人出名 或者获得某些利益的时候 怎么说 就就就赚了更多的钱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问题请姚先生回答最好 因为他既是局中人 又是局外人 那我是局中人 旁观者清 当局者迷 是吧 我肯定是不清楚的 但是呢 你之所以提出问题来 因为你纯粹是局外人 对 对 那么我姚先生在看待我的这个问题上 他既是局中人也是局外人 还懂得老子 那么请姚先生回答最好 今天我们这个 义先生 不仅是音乐鉴赏家 文学评论家 而且是足球运动员 哈哈哈 老子讲了很容易 所以听听老子的知识没错 老子说人生有三个法宝 第一个法宝 词 第二个法宝简 第三个法宝 不敢为天下先 不敢为天下下先 那意思反过来就是说我们有句说话的 刚才义先生回答了非常巧妙的笔呢 就是猪胀了 猪胖了以后 就容易 挨仔 是吧 还有一个我们一个枪打出头鸟 还有一个出炎的船子先烂 那将来不是经常在那里 那一些俗语 其实这些话呢 有正面的东西也有负面的东西 所以梁启超说了 我们如果多做老子的话器那就麻烦了 那我们中国人忍着 你看你吐我一口痰 在我脸上我不动 等这个痰干了算了 负面不干 那怎么行啊 你看 如果要描写一个英国人的那种形象完全不一样 英国人的形象它不像中国人在 爹爹都在打扇盘 他是坐在一条船上 在一个大海上淋着风浪出去了 我们中国人呢 当然这个是负面的影响 但是负面的影响问题 你没有把老子这个学经啊 正因为你误解了老子 老子说不敢为天下先 最后还是成为天下先 所以范宗燕说的先天下之幽儿幽 后天下之乐儿乐 他中间有一部分就是老子 就是老子说你尽管好像我把我的身体放在别人的后面了 反而你上去了 这之类是很深刻的 但是我们一般呢 就是附会了 哦哦你出头鸟打你 所以易先生可能是出头鸟 我我我不是 刚才听 我刚才听听 姚先生给我把麦我已经找到病根了 这个先天下之幽儿幽 后天下之乐儿乐 我是先天下之乐儿乐了 嗯 所以剩下的人都很幽儿了 对对对对对 招人招人不待见啊 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不敢为天下先 又为天下先了 那成了这个先撞起来的猪啊 所以就麻烦了 这是也也也有办法 也有办法 那就是先把自己杀了呗 杀了以后死猪不怕开水烫 哈哈哈 好 谢谢两位先生 请各位踊跃举手 后边一位 是先生还女士 我这看不太清楚 那个举手举的最高的那位 哎 是就是您 不是说话筒在这儿 那这位戴眼镜的先生先提 呃我记得呃 杨老师曾经说过一个 说说过这样一句话 追求个性隐性 不如追求学术明性 在追求就是 像杨老师像易老师这样的 就是就是通过一定的渠道呢 就是把自己的推给大众以后呢 带来的是明满天下 但是傍以随之 这样呢就是 但是就是我想说一句嘛 就是毁于鱼金 总有判伪证的一天 所以呢不管是一笑而过 还是正面应对 这些东西呢都会尘埃落定 呃同时呢我就是想问 易老师一个问题 就是在 比如说刚刚刚的我观众也提了一个问题 在于鱼鱼呢出名以后呢 面对的于鱼鱼呢有很多 不管是善意的 还是恶意的骂骂或者公鸡 但是 这些公鸡之中呢 其中有一部分 就是比如说专业的历史学家 出版了很多著作的 比如说像 石破天竞斗鱼 像这一些著作呢 对于鱼鱼呢 就是有一个理性的认识 也就是说 于鱼鱼 对他是 是我们是 是有很多就是无理的批评 但是在于鱼鱼的著作里面 是有很多硬伤 比如说像就是易老师的话 易老师的一老师的 做出来以后呢 比如说在天涯网上 就有就有就有 一中天品三国一百错误 还在连载 像这样一些东西呢 就是 我不知道 易老师在把自己的东西 就是介绍给观众的时候 是不是真的存在像这样 就是可以让别人找到硬伤的地方 谢谢 谢谢 这个实际上 关于批评的问题 我有三个原则 找到已经发表过的 就是 第一条就是指出硬伤 立即改正 第二条 学术问题 从长记忆 第三条 讲法问题 不争论 很快 这个 今天 就是今天上午 在无锡计划书店 还有一位读者 非常细心的读者 给我挑出了一个毛病 说你这一个地方的讲法和前面的 怎么不对 我一看果然是不对 那细心的 非常细心的 果然是不对 对 那么我马上道谢 说那你指出是对的 我回去查一下是问题出在哪儿了 是一个名字或者一个什么东西 相近的把它搞错了 那么这样的错误呢 我是做不到完全避免的 这是坦率的说 这是坦率的说 所以我欢迎大家挑毛病 如果说是给我写信挑出硬伤的 只要他说的对 立即改正 而且立即回信 道歉 道谢 这是一个非常严谨的治学态度 但是呢也有一些让人哭笑不得的 他们认为是硬伤的 这个就 那只好对不起了 那就没有办法能够能够接受了 比方说 我说了某某在深山老林 那马上有人指出来说 史书上只有深山 没有老人 这个 这当然我觉得他很认真 我还是很敬重 他就是喜马拉雅山 对 喜马拉雅山 那就不叫讲来 叫多死记来 对啊 这个 这个当然 还有一些就是牵涉的讲法问题的时候 那我不会 再来争论这个问题 但是实际上 我现在最希望的 还不是这样一些问题 因为我现在品尝过这本书 因为 上册呢 是出的匆忙了一点 这我在对话节目里 我也坦率地承认了 那么有一个网友叫土等明的 他就提出 你说你是不是出的菜匆忙了 我说是出的菜匆忙了 但是没有来得及解释 为什么匆忙 是因为我们这本书 四月 五月二十二号竞标 一个星期以后尾书就出来了 道版就出来了 不是道版 尾书 这个地方我要讲清楚 道版和尾书有本质的区别 道版书还是我的 他只是不付我费用 卖得便宜一点 那也就罢了 这钱我不要了 对不对 当然这个也不能 严格地说这也是舆论导向不对的 因为我维护知识产权了 尾书是根本是一本不是我的书 今天还有一个读者拿着品三国下来来请我签字 品三国下在我的电脑里还只有半本 我那还有一本品三国中呢 不知道谁弄出来的 那么由于这样的一压力 所以我们只好抢先上市 那么是匆忙了一点 这样的即便是这样 我们还是很很小心的 请了一位资深的教队 唐让知先生看了第一稿 然后现在后来又请金文明先生 就是专门给于秋宇先生挑错的 金文明先生又给我看了第二稿 那么现在还有别的先生 比金文明先生 唐让知先生还高明的 还看出了印伤 那么这个事情我就只能委托专家去处理 委托这些资深的教队们 他们来处理 我就没办法处理 但是我更渴望的是那种 有思想含量的批评 当然你不能说人家挑出你的印伤 你就不是错误 事实上就是错误 是错误就得认错 但是我更希望能够有思想含量的批评 希望我们今天就能提出有思想含量的批评 下边哪一位 最好不要再提于秋宇和易先生的比较 秋宇让他秋风秋雨 我们一中天现在还是如日中天 谢谢 你这有倾向性 反正秋雨不在 那边有一个 那边有一个 那边有一个你 那位你 不好意思 话痛有声音了 两位教授好 我是无锡广电局的一位编辑 那么本身我也是学历史的 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两位教授 那么刚才你们也讲到 就是说可望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包括跟古人跟历史的交流 我想现在社会有很多的文人 包括很多的文化作品 都在不断的解释历史 分析历史 包括在一定程度的在线历史和复活历史 那么我想我们用现在的眼光 这么多的讲了历史 如果说倒过来 孔子如果说能够直接穿越时空 从他那个时代 直接来到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的时候 你们觉得他会怎样来看待我们现在 中国当代的这种文化和一些文化现象 包括不久前我们中国举行的一场 那个尊孔复古的这样一个大典 我想听听两位教授的见解 谢谢 又出球来了 李先生又要去出球了 咱们做乒乓球吧 我推给你吧 我这个确实是球员 你不知道 这个我们 我们厦门大学中文系 我是厦门大学中文系 我们厦门大学中文系 有个硕士研究生写了一篇文章 在网上发表 叫做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足球队 这个每个教授都变成了球员 每个教授都有一个参考队员 知道我的参考队员是谁吗 大家猜一下呢 是国内的还是国内的 怎么往国内的球员比 大家猜一下 懂有懂足球吗 同时看意义中天的书的 你是什么位置 踢的什么位置 能不能先告诉我 我告诉你 直接告诉你答案 参考队员高峰 高峰 高峰 高峰好像是个浪子 他给我的评价是场外新闻不断 既然是球员我这球就踢过去了 刚才好像 他就说 我也听不太清楚 他在意思就是说 孔子如果到了今天 看到我们今天这个社会 他老人家会有何评论 孔子呢 我想呢 肯定也说 哎呀 现在人真幸福 真幸福 你看看 飞机来飞机去 你看看 这样的影响失败 你看看 就我们上厕所 跟孔子那的就不一样 嗯 嗯 孔子那个次数肯定是又臭又脏 我们现在臭睡麻烦 护一下子就干净了 这完全不要 你看孔子那个时候 夏天受不了 冬天也受不了 今天我们又空调 孔子说真幸福 但是孔子也会发现 心理上有问题 那老子跟我发现 现代人心理上有问题 这个就是很奇怪了 那我我经常也讲女性美的问题 你看我们今天 好多现代的女性 没有从头上 一直到脚上 全部画了 美画了 就刚才你说的那个画子 全部 头上美发 然后美眉 眉毛眉眉 然后龙鼻 眉口 眉颈 龙胸 蛮好的人不做 要魔鬼身材 是吧 你看看 你看看 到台湾去 我还听到这么个 叫美花屁股 叫什么 叫美藤文化 有一次我在羊尺碗报导院看到了 她叫女生绝屁股 她绝屁股美 怎么练呢 天天练个十分钟 屁股就好看了 所以你看 然后是修腿 然后你看看 这个二十个手指 上面四个手指是红的 下面四个脚子黑的 加起来叫红一黑 所以你看 老子说的 如果来看看 你看现代人 美到这个程度 但是关键还有女性的大到美啊 理由有一个大到美啊 所以为什么我们的女孩子这么漂亮啊 这个头上到脚上画的钱不少了 血脂啦 苗条啦 什么东西都用上来 老公还是不要你了呢 为什么呢 内心 要内美啊 内美就是刚才我们以前讲的是 内部充实之为美啊 最后能够达到一个女性人 那就更不得了了 没有画 大而画 便胜 这个样子的女性 谁会把你摔来 没人摔 怕也嫁不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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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我估计孔子 见到这样的女孩子 恐怕真是要说 为女子与小人为蓝养养养养 这得多少钱啊 就是 所以刚才这位 你听众听的问题很好 第一个他肯定会惊讶我们的科技发展到这么个程度 这么个程度 另外他肯定觉得 哦 原来古人 经人 和将来的人 相通的 还有好多心理上的问题 人心的问题 在一段一段延续着 没办法解决 还得解决 美女都是被男人闹的 未见好得 我好色 2000年还是那么好色 而且比以前更好色 所以讲那个深度的问题 好 谢谢杨教授 好 那位小伙子已经等了一会儿了 这里一个 这里一个女生 美媒 你说美媒美媒就来了 下一个就轮到你好 易大授你好 要不我们就进吧 麦克风先就进吧 这样的话我们节省一点时间 我正好有一个问题 因为我是留学新加坡的留学生 然后这一段时间是在无锡所的老家 我回来度假 然后我想要问两位教授的是 前一段时间 新加坡的文化界发生了一件大事 李敖先生就批评新加坡人 说新加坡人很笨 然后新加坡的华文文化是在 华人这个地区当中最糟糕的 那我想问一下两位教授 本土的大陆的这个文化 以及台湾的文化 新加坡的文化 他们有什么差别 然后在他们的发展当中 又会遇到什么样的挑战前景呢 谢谢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题目 他要问新加坡 这个我是答不出来的 我没去过 姚先生想答就答 不想答可以不答 这个球可能要退回去了 因为我也没去过 谢谢 但我们只好说对不起 对不起 对不起 没去过 没去过 二位教授好 我想提问一下 就是在哲学中有这样一句话 说事物都是不断发展的 现在我们的社会也是这样子 然后每一个时期都会有不同的热点 然后在易教授的讲论中 都会体现这一个热点 那么池下最流行的就是网络 但是现在的网络呢 却充斥了各种的口水战 或者说恶搞 像姚先生前段时间 好像也陷入了这样一个事件 那么您觉得 这个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还是说网络本身就已经陷入了一个非常奇怪的怪状 谢谢 网络呢它是一个相对可以比较自由 发表意见和宣泄情绪的这样一个场所 弄明白了这一点 就一通百通了 你 你也可以上去宣泄你的情绪 发表你的言论 那么既然大家都可以 等于大家都不可以 因此没有必要把它看得太严重 不要太认真 别太认真 因为你搞不清楚 它是真的还是假的 那么 我会经常上网看 而且基本上表扬我的就不看了 但是也看 看到特别的 那种有 估计可能有点 内容的 我会看一看 但是重点看的一些批评的 如果它确实有道理我也会注意 如果我觉得没有道理 就是刚才姚先生教的办法 一笑了之飘然而去 下网 下网 断一线 好 好 下一位 叶教授 我看过你的书跟你的那个百家讲坛 我包括你的那个中央电视台 两次那个对话节目我都看过 我觉得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想问你 你那个 你那个品三国啊 刚开始的是纯粹为了文学方面的那个品读 还是为了 通过品读三国这本书啊 来品读这个社会 我一直想问你这一个问题 我觉得 可能 我觉得你是想品读社会而品三国 我觉得 这是我个人的理解啊 不知道啊就是您的回答是什么样的 不是它这个事情是这个标题的含糊带来的问题 所以很多人搞不清楚你这品三国品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那我必须说清楚 实际上我是在讲三国史 但是呢 它又不是在学校里面的那种讲述方法 必须系统全面 它是一档电视节目 它必须考试电视节目观众的需求 因此是选择三国这段历史中适合于电视节目表现的部分 但是我可以郑重声明绝非品三国演义 那跟三国演义没关系 当然你用了一些三国史 三国史 三国史 其他的一些资料 好 还有其他问题 好 黎麦同性 那位女士 易教授 还有姚教授二位好 我是江南大学文学院的学生 我想问两位一个共同的问题 就是姚老师以前也教导我们 就是说我们做学问是一定要严谨 而且脚踏实地的 那样我们就是通常会遇到一个寂寞的问题 然后我也知道姚教授以前在给我们学生上课的时候 经常也会遇到同学在逃课 但是现在大家都是抢着作味的 我们易教授好像很久以前可能在四川做讲座的时候 也遇到了一种冷场 那现在跟我们今天这样一种盛况 肯定是大相径庭 我就想问一下 怎么样处理一种这种文化的寂寞 做文化的寂寞 以及面对这种文化热的热闹 以及热闹背后的寂寞 就是这种怎么样处理这样的关系呢 而且就是可能我们比如说一阵子 品三国热过去之后 品老子热过去之后 可能很多人他都在这种更加忙碌的生活中 他忘掉了 那么我们怎样就是持续的 可持续的把这种文化来传承下去呢 怎么样克服这种寂寞呢 谢谢 谢谢 就是问易先生 姚先生 先来 先来 今天你的主兵 他说是他听了您的教导以后才有的问题 今天你是主的 全球怎么经常传到对方队员的脚下 教导了人家以后 人家产生了疑问不回答 他岂非误人子弟 我第二次回答 你先来 第二次回答 你是我二传手 他的核心问题是 这个寂寞问题 您寂寞吗现在 我其实寂寞 喧嚣背后的 寂寞是永恒的 您现在比出名前还寂寞吗 更寂寞 以前感觉不到 以前觉得这种 一个人独自在家 眼眷深思的时候 你会和古人对话 和圣贤对话 和仙责对话 现在 现在 你必须面对 一大堆 你不想对话的对话 这些不想的对话的对话 常常让你不知所云 不知如何应答 前不久 在中央电视台二套的 对话节目里面 我有一句话 被他们播出的时候删掉了 就是有当场 有一位 现场嘉宾 讲了一番话以后 我跟他说 我今天只能用孔子的一句话 来回答你了 知不可语言而语之言 为之诗言 确实是更寂寞了 而我认为人 每个人从本质上 从根本上都是孤独的 每个人都有一个孤独的心理 只不过有些人觉察到 有些人觉察不到 但是这个孤独 和刚才这位同学提的寂寞 它不是一个概念 实际上 他的问题我想回答应该是这样的 就是 研究和传播要分开 不能把研究和传播混为一谈 那不管我也好 姚先生也好 现在遇到的问题的 所谓热闹是指的是传播 传播 而当我们在走上百家讲坛之前 我们应该都有几十年的 独自的耕耘的那种寂寞 而那种寂寞 对于我们来说 乃是学术研究的先决条件 所以 所谓板凳要坐十年冷 文章不写半局空 你必须沉得住气 坐下来 慢慢读 慢慢评 你才会有心得 才会有体验 但是这和学者走向社会走向大众 其实是不矛盾的 而且我历来主张 人文学者一定要走向社会 走向大众 因为人文学科研究的就是社会 就是活生生的人 否则他叫什么人文学科呢 一个对自己的人生 对自己生存着的社会 丝毫没有体验的人 是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优秀的人文学者的 你连自己的生命 你连自己周围的人 你连你生活的社会 你都没有体验 你说你能体验古人 你连你能体验外国人 他才是神话 所以我觉得 刚才同学提的这个问题 其实是不矛盾的 它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 或者我们也可以套用一句话 就是 你可以两手都抓 两手都硬 所以我 这个希望的状态 或者我现在正在做的状态 就是包括我们这些百家讲坛主讲人 实际上大家都 差不多都是这样的 就是四个字 出出进进 既走出学院 走上讲坛 同时也回到书哉 回到学院 必须保持这样一种 进出自如的状态 才可以做一个 才可以更好的做一个文化的研究者 兼传播者 这是我的回答 那么 你好 谢谢 谈到最末的问题 我想添一个小问题 您作为一个 不是我们说知识精英吗 在走向大众的时候 在传播您的知识和思想的时候 我想会面临很多 误读的情况 那么很多人拿着书 让您签名是冲着您的学问而来 还是冲着您的名声而来呢 这非常难说 有没有碰到这样 许多被误读的时候 那当然你不能够在签名之前问他一句 你是冲着我的学问来呢 还是冲着什么别的来 所有来找我签名的读者和观众 我都视为朋友 而且确实他们都是非常真诚的 有的大老远赶过来 有的一大清早就起床 我在北京签售的时候 遇到好多从外地赶来的 在有可能的情况下 我会尽量的满足他们的要求 而且我现在也可以预告 待会我们节目做完了以后 我将在这个地方给大家签名 易先生说过的话我就不说 本来这段是我的 下边还有问题的 我们抓紧一点时间 易老师 易老师我想请教一个问题 我听完了您整段的 就是上半部分的就是您的说品三国之后 我有一种非常感觉有装身闷蝶的感觉 因为您所说的所有的这些三国制 整个讲述了这部故事以后 就上半度从一直到赤壁之战结束以后 我感觉整个就说 人民大众是在为某些个人在服务 就是有这种感觉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整个的三国整个您所说的 都是贯穿了一个从个人到整个历史的一个过程 然后说应该说因为几个人的谋略 而导致了这场比方说赤壁之战 那么我就会有一种感觉 是不是您在讲述这段历史的时候 有没有自己 就说有个名人也说过 这个理论是一个实践的过程 实践也必须返回到理论当中去 那么从赤壁之战这段历史 就是13年208年这段故事 那么你有没有自己走过 从晚到赤壁这段路程 自己考虑一下 为什么朝兵必败的这个过程 还是您仅仅是停留在从书本当中去找结论 就是说朝朝当时肯定没有八十万人 而是只带了十几万人或者二十万人 来这个进攻东吴 所以他最后导致了自己的失败 你有没有去走过这么一段路呢 没有 因为这个田野考察已经不可能了 为什么呢 实际上就连赤壁之战的战场 在什么地方学术界都是有争论的 而现在的就算找到了 比方说找到了赤壁 找到了乌龄或者是找到了什么什么地方 就算找到那个地方 古代的战场的遗迹荡然无存 恐怕都变成地产商盖房子的地方 离我们现在太久远了 太久远了这个时间 太久远了 好 好 好 我们先来读一个条子 然后再提最后两个问题 时间差不多了 先来读这个易教授 易先生您好 在中国历史上 草草一直是一个反面人物 大家都知道 历代统治的 骂他是奸贼 奸雄 但是鲁迅先生把他称为大英雄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 也 平定了曹涛的功绩 可以讲毛主席是正面平定曹涛第二人 他说鲁迅是第一人 他是第二人 您易先生是否是为曹涛正名的第三人 不是第三者 即公开翻案者 其实这个问题里面有一个误区 首先第一个不能说曹涛历史上就是奸贼 第一个把曹涛定性为牟利的 是东晋吧应该说 反正是近代的历史学校习早此 那么在此之后呢 在此之前 对曹涛评价的正面评价是相当多的 那么此后有一种种的原因 那么开始负面的评价多了起来 尤其是到南宋 那么在真正大家把它看成白脸兼成是三个原因 这已经非常晚近了 为什么曹涛会变成这样一个人 他的文学形象和民间形象 为什么和他的历史形象出入那么大 这个我将来在回在节目的将近结束的部分会做一个交代 现在就不提前公布了 那么 因此 为曹涛翻案的这个说法本身是站不住的 无案可翻 他本来就不是个案 他不是个案 你翻他干什么呢 我现在做的事情 我在品商过的第一集就讲得很清楚 历史有三种形象 历史形象 文学形象 民间形象 我现在做的工作是把历史形象讲给大家听 如此而已 谈不上翻案 用句时髦的话说就是曹涛也遭到了恶搞 对 然后把他的那个圆埋照片拿出来 是 最后两个问题倒数第二个 这位先生 孙敬的易老师 姚老师 那个我有一点就是想请教的两位的就是随着网络的发展 现在就是很多个人都办了网站 有的呢就是比如说是个人的主业 有的呢就是个人出资的或者出力的靠技术的 办了一些就是个人性的就是所谓的民间网站 那么现在时下流行的一种呢就是以道德 以传统文化为主题的网站 那么我是最近知道的有一个网站叫做中华道德网 这个网站的创判人呢 他其实是一个企业的老总 那么他呢其实是我们姚老师的一个粉丝 通过听姚老师在百家讲坛讲老子之后呢 引发了他这种就是创办网站 就建了一个叫中华道德网 我也曾经到他的网上去浏览过看过 基本上都是以弘扬道德主旋律 讲一些各行各业应该遵守什么道德规范 这样的主题的一个网站 那么作为一个企业家一个个人 他能够就是从自己这方面就是在道德这方面宣传 做出自己的贡献 那么我想请问两位老师 对这个现象是怎么看待的 谢谢 那这个该您先回来吧 他是受您的影响 开办网站的 这个 确实正因为道德缺少了 所以要讲道德 所以才会有这么的热心人 企业家他愿意出来搞道德网 我觉得这个是个非常好的好事 或者我们讲八尺八戎八戎 也是讲一个道德问题 所以我觉得他都是以示俱进 所以这些企业讲得很可爱 他愿意掏出自己的钱 来办一个公众的事业 我觉得很可爱 李先生来 高举 我没有看过这个网站 因此我无法评论 因为在道德问题上有两种倾向 一种是 诚心诚意的 为了我们民族的振兴 为了我们社会的健康 提倡道德 而且提倡的是真正的道德 还有一种呢 就是假道德之民 行 不好说是什么之实 再还有一种呢 就是他认为应该弘扬的道德 其实未必是道德 所以我觉得在道德问题上 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在我没有 了解到具体情况的时候 我不能加以评价 但是我希望 或者说我建议这位企业家 就是他的论坛 一定要办成一个开放的论坛 就是在他的这个论坛里面 应该是各种意见都可以发表的 因为作为一个现代社会 现代文明的底线 就是思想和言论的自由 思想和言论的自由 在现代文明社会 人权社会 法治社会是高于一切的 而道德问题恰恰是一个敏感问题 他会有许多不同的意见要发表 那么如果这个网站 能够一视同仁的保护所有意见 那我认为他就做了一件最道德的事 好吗 谢谢 我们 你好 你好叶老师 那个我想 我是一个文字工作者 我想从那个写作的思维的角度 问你一个问题 就是 我非常欣赏你就是从现代思维的角度 去解读古代的文化 但是我想问一下你是否有意愿 或者是有计划 用古代的思维写现代 解读现代的文化 或者是用东方的思维解读西方文化 或者用西方的思维解读东方的文化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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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建议 但是必须考虑它的可行性问题 比方说用古代思维解读 这个现代生活 估计写出来就没人看了 这个难度相当大 至于你说的用这个东方思维去解读西方事物 其实这个已经大家都在做了 我们很多谈西方社会西方国家西方历史西方问题的中国人的写的书 都不可避免的在用中国人的思维谈西方人的事 因为这个思维已经是我的骨血之中的东西了 改都改不掉 它不可避免的打上这个烙印 而至于用西方人的思维来看写中国人的社会生活 那写出来肯定是假冒伟业 因为我也做不到的 但是你这种换位思维的这个建议我觉得非常之好 谢谢 我们无锡有一位钱中书先生 可能在这方面做的就非常非常好 好我们最后一个问题 头一排一位女士已经举了半天 你站起来 没有麦我们就直接大声的说 站起来就抢占先机了 你等麦麦就到人家手上去了 非常着急啊 就现在刚刚也非常着急了 一下说您好 我是那个无锡一方网的记者 我说句实话您的书我一耳没看过 但是您这个人现在对我就是 我觉得这个事情影响也蛮大的 因为铺定该地哪都能看到您的一些资讯 现在我就问两个比较简单的问题 第一个就是您是如何建议自己的 就是现在这个角色是做学问 还是做文化的传播者 这是第一个概念 第二个呢 我觉得就是 一个一个来 不要以此 你再把你的问题用最简便的方法说一遍 最简洁的语言 有声音 第二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您的角色 您认为是自己是一个学术 是从事搞学术研究的一个学者 还是单纯的是一个传统文化的传播者 您是怎样理解这个角色呢 回答很简单 你认为这两个角色矛盾吗 我认为不矛盾 回答完 我觉得有矛盾的 按照我的理解应该有矛盾的因素 但是因为 我已经回答完毕 你回问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不管怎样说 现在您的书现在特别火 现在在全国您的证明度很高 这从市场 从营销学里面 从营销学角度来说 您现在已经炒火了 在这种情况下 您是如何在看待自己对公众的舆论导向 就是您说的话 将来会对老百姓 或者会对很多人产生一定的影响 您怎样看待这种影响 也很简单 我一定秉承我的学术良心与良知 说真话 不说假话 好 虽然我们非常不愿意不舍得 但是最后感谢的掌声 还是要响起的 时间关系 我们今天江南访中国文化年 一中天大型电视论坛 只能到这儿了 非常感谢各位的参与和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 谢谢 谢谢 谢谢一天 很惊吓 那你哪里哪里 你讲得真好 口才向您学习 来 谢谢 哈哈 对 好的 反正,反正,反正,反正 感谢观看